来切斯特vs利物浦 利物浦6升1平3负战具优势 近期战绩进10场 来切斯特5胜2平3负进10场 利物浦8升1平1负足赛分析 来切斯特上轮联赛客场2比1战胜南安普顿 周中联赛杯轻松4比0战胜低级别球队 虽然球队整体实力不如前几个赛季 当加射手瓦尔迪又遭遇停赛 但球队在防守以及把握战机方面表现不错 利物浦开季三连胜 前场三差击状态火热 后防则依靠阿利森的神勇表现一球未失 已然成为本赛季的夺冠热门 数据上 欧培克胜在1.42左右 亚盘从出盘的半球一球升至一球球半 数据上对利物浦支持充分 只是目前数据强势的利物浦仍将成为投注的热门 考虑到莱切斯特不错的防守表现 本场需留意利物浦赢球输盘的可能 预测结果 足踩 莱切斯特负进踩 加一让球胜平负 莱切斯特贫 负预测比分 0比1 0比2 布莱顿VS富勒姆 比赛时间 北京时间9月1日 22点 比赛新智英超重要商庭富勒姆 阿伊特过往战绩双方进8次交锋 布莱顿5胜3负战优 近期战绩尽10场 布莱顿2胜3平5负尽10场 富勒姆3胜2平5负 足踩分析 布莱顿上轮客场领导一小富利物浦 周中联赛杯被南安普顿淘汰 显然球队重心在联赛上 而且这支球队非常重视主场 富勒姆上轮主场4比2站圣伯恩利 前场几名攻击手的状态不错 但后防线连续三场比赛失球数达到两个 数据上 压盘开除平手半球中水 中规中矩没有明显倾向性 布莱顿回到主场势必大局进攻 富勒姆的后防线存在不少问题 只要布莱顿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手 那就有很大机会取得胜利 本场可博主胜 预测结果 足踩 布莱顿胜精彩 负一让球胜平负 布莱顿胜 平预测比分 2比1 3比1切尔西vs伯恩茅斯 重要商庭切尔西 发布雷加斯过往战绩双方近期次交锋 切尔西5胜2负战优 近期战绩金时场 切尔西5胜3平2负近时场 伯恩茅斯5胜3平2负足踩分析 切尔西上轮克场2比1坚来战胜牛卡斯尔取得三连胜 但含技量并不算高 球队还未遇到真正的考验 此外封线上莫拉塔 吉鲁的进球效率始终不高 伯恩茅斯上轮主场2比2占平埃福顿 赛季前三场2胜1平保持不败 球队表现出了很好的战术能力和竞技状态 前场球员的冲击力也很强 数据上 押盘从出盘的球半 升至球半两球的深盘 对切尔西支持力度十足 不过笔者却以为当先盘 投有热捧主队的嫌疑 切尔西3连胜下如此数据 显然更是在为上盘推波助篮 如前面所言 切尔西赛季至今尚未遇到真正考验 面对实力不足的伯恩茅斯或许会翻船 预测结果 足踩 切尔西胜 平静踩 负二 让球胜平负 切尔西负预测比分 2比1 2比2 水晶宫利S南安普顿 重要商庭 水晶宫斯科特丹恩南安普顿 获伊伯格过往战绩 双方斤十次交锋 双方各胜无常 近期战绩进十场 水晶宫七升一平二复进十场 南安普顿四胜两平四复足踩分析 水晶宫上轮客场一比二不敌沃特福德 不过球队场面不落下风 头号球星扎哈状态不错 南安普顿上轮主场一比二不敌来歇斯特 赛季至今未尝一胜 球队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得分手 数据上 压盘开出半球中水 堆珠的倾向性十足 要知道上赛季交锋 水晶宫主场面对南安普顿连球都让不出 数据是对目前两对实力和状态的合理判断 本场看好水晶宫胜出 预测结果 足踩 水晶宫胜进踩 负一让球胜平复 水晶宫胜 平预测比分 一比零 二比零 埃福顿VS哈德斯 重要商品 埃福顿 理查利森过往战绩 双方进三次交锋 埃福顿保持全胜 进气战绩进十场 埃福顿二胜四平四复进十场 哈德斯三胜两平五复足踩分析 埃福顿上轮客场二比二战 平伯恩茅斯 新赛季已胜二平保持不败 球队新阵容在不断磨合成形 不过头号射手理查利森吃到红牌停赛对球队有一定影响 哈德斯上轮主场林比零平加蒂夫成篮球一胜 球队整体实力较弱 缺少能力突出的球员 数据上 亚潭开出一球中水 合理反映出了双方的实力差距 本场需密切留意临场的数据走向 维持在中高水区间埃福顿胜出问题不大 若降水为上盘造势则要留意平局的可能 综合而言本场埃福顿 至少是不败的格局 预测结果 足踩 埃福顿胜 平静踩 负一让球胜平复 埃福顿胜 负预测比分 2比0 1比1 西汉姆VS狼队 重要商亭西汉姆 塔罗尔 兰奇尼狼队 卡瓦雷罗过往战绩 双方近8次交锋 西汉姆5升1平 2负占优 近期战绩金10场 西汉姆5升2平3 负近10场 狼队2胜6平2负足踩分析 西汉姆上轮客场1比3不敌阿森纳遭遇三连败 伤病是影响球队战绩的主要因素 上轮比赛中阿脑托维席又受伤下场 对球队更是雪上加霜 狼队上轮主场1到1爆冷低平慢城 展示了升班马的实力 周中联赛被客场倾取谢菲尔德 数据上 压盘从出盘的平手半球降至平手盘 有利用主队三连败 而可对高占平慢城来为下盘造势的嫌疑 西汉姆毕竟是老排英超球队 主场面对升班马是最好的止住连败的机会 相信球队不会再输 预测结果足踩 西汉姆胜 平静踩 -1让球胜平负 西汉姆平 负预测比分 2比1 1比1 曼城VS纽卡斯尔 比赛时间 北京时间9月2日0点30分 比赛性质英超重要商品 曼城 布拉沃 德布劳内 曼加拉过往战绩 双方金十次交锋 曼城七胜两平一副战据绝对优势 近期战绩金十场 曼城六胜两平二不进十场 纽卡斯尔 二胜三平五不足赛分析 本场比赛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回到主场的曼城不会再容许犯错 而纽卡斯尔上轮膝败 给切尔西后士气遭到打击 客场面对曼城不会抱有太多想法 亚盘开出两球半夜基本抹杀了冷门可能 唯一的悬念在于曼城面对铁桶阵能把握住多少次机会 预测结果 足彩 曼城胜竞赛负二让球胜平复 曼城胜预测比分 4比0 5比0 3比1号撇目 3比4公断的ologia 3比跟4公斡赛负一让与地球赛负一让操控负一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